施老师 他说卢布即将变成瓦利 Rubble reduced to rubble 这个有点压运 在英文来讲压运 到时候大概200卢布 才能换得到一块美金 我去查了一下 今天是131 他是把这个价格喊出来 大家可以先做空 然后他说不要害怕 争取民主的斗争 并没有随着柏林围墙的倒塌而结束 然后因为他到了波兰 就引用首位 这个跟泽伦斯基学的 因地之一 引用波兰的教宗 若望保禄二世的名言 不要害怕 将东欧对抗苏联的历史 连接到乌克兰的战争 然后他开始说 休想踏入北约的一寸领土 西方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团结 我向乌克兰人民传达讯息 我们与你们站在一起 欧洲必须要结束 对俄罗斯化石燃料的一些依赖等等 这个施老师 你是不是也看到他的所有讲稿 真的我觉得强硬到 就是大家看不出什么悲天悯人 或者想要止战的一些心意 因为我先讲 他这样的做法基本上就是 英文叫provoker provoker应该中文叫做 故意 故意 不是三风点火 已经挑衅了 故意就 应该是激怒 我是觉得还比挑衅更强了 就是让他故意要 看普丁会不会一怒之下 动用什么样的杀手剑 也就是说嫌现在的还不够对不对 还需要再积累一点 因为照说他为什么基辅打不下 因为照说他真想打就打了 但是那个代价会很大 因为那个平民比较多 对不对 所以他有一点就是说 牛肿 有点是这个样子 第二个就是有一点奇怪 你看到他 拜登他最近不是跟习近平 通过电话 三步还是四步 没有意愿等等 四步一无意 OK 他其实一直在保证 因为过去我们知道共和党 都有一点会比较强 看说中序一战 民主党就说和平演变 民主化 他现在这次就说很软 我没有要求和平演变 民主化等等 这些都没有 但是这是公然的 所以回头再讲说 那我们一般以为说 像川普就是修法基亚 对不对 怎么会拜登是这个样子 蛮奇怪的 我话又说回来 我们有没有看到 二次大战 韩战 越战 这些总统都是民主党的 好 所以这个时候 是不是有一些国内的考量 或者是什么样的时候 我们不得不以小人之心来度 我也想问说 是不是因为国内考量 所以让他故意来这么一场 所以大家就在讲 就是说这里一渐两个 第一个就是因为打战的时候 他们不是要内部的重建等等 那些就有了 第二个就是 我一直都不这样想 是不是真的就是有那么low吗 就是为了只是民调 对 有这么low 我想问你 有这么low吗 有那么low吗 你知道吗 如果这次是故意的话 这次蛮low的我觉得 他也算是文明的 你知道吗 对不对 他真是文明 他不是第三世界的 泱泱大国 北约指挥官 所以我想不可思议 你也不排除有这么low 所以我只能讲他最强的 只能说他大概有点痴呆 我大概只能讲这样子 XO酱不简单 他必须要入住澎湖喜来登总统套房 你才可以吃到 尝上这么一口的顶级XO酱 好 扫描这个QR扣 货照上快点购 你就可以享有折扣 把顶级XO酱给带回家